It's fun in the world It's fun in the right We gotta be together We gotta be together We sing happy together It's fun It's fun 欢迎来到《一同去旅行》 我是亚乔 那么今天我们将穿越 安地斯山脉 来到南美洲西南部 智利 由于地处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智利人常称自己的国家 是天涯之国 智利南北距离约4300公里 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 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从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 到大片的冰川 地貌多变 其间也是充斥着火山 湖泊 河流 草原和无数的岛屿 来到智利最难的事情 可能就是莫过于选择行程了 你可以探访其一望无际的荒凉沙漠 崎岖的安地斯山脉和海湾地区茂密的森林 也可以离开大陆到神秘的复活节岛 或者是与世隔绝的鲁宾迅岛来一次探险之旅 那么也可以漫步于迷人的白色沙滩 或者潜入海底 与顽皮的湖安菲尔南的四海豹 水塔和宽文海豚共同潜水 大家还可以前往各大国家公园 及自然保护区近距离地观赏那些 当地特有的物种 以及探访濒临灭绝的红宝企鹅 除此之外来到智利不得不去一趟 它的首都圣地雅各 这一座古老的城市 依偎在安地斯山的脚下 被马波桥河环绕着 古老的传统与21世纪现代的生活方式并存 感受这座干净宁静 而且具有高生活品质的城市 最好的方法就是放松身心 悠闲漫步于这里的各个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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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海陕资源丰富的智利旅行 怎么能不尝尝当地的海鲜呢 智利海鲜尤其以龙虾以及牡蛎最受欢迎 每年5月到8月份都是这两种海鲜最肥美的时节 这段时间去智利度假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当然还有智利的鳗鱼汤也是播受好评 香气扑鼻别有一番滋味 除此之外 智利人还特别喜欢吃烤肉 闻起来香味扑鼻 吃起来爽脆可口 是除了海鲜之外最受欢迎的主食 而智利人认为水果是天然的甜品 于是饭后的水果更是种类繁多 像有苹果 柑橘 葡萄 甜瓜 草莓荔枝 还有智利红蹄等等 应有尽有 同时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智利的另一大特色 葡萄酒 作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 智利有着便利的酿造葡萄酒的条件 智利的葡萄酒味道纯正芬芳 当然单独饮用葡萄酒 味虽美 却少了一份雅性 配以智利传统美食加上新鲜的海鲜 摘取最新鲜的蔬菜 那才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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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的文化和它的风景一样 风富多彩 淳朴的当地文化和日渐趋势化的北美文化 原住民的风俗和西班牙殖民者引入的文化元素相克相容 构成了智利最受欢迎的传统节日是独立日即9月18日举国欢庆其于1810年第一届政府成立 这时旅餐茜茜茜茜茜 旅渐茜茜茜茜茜茜茜 顶茜茜茜茜茜 和北区的富人居住地上街的时候男士一般西装革履而女士则是穿着入室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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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拉丁美洲比較富裕的國家 智利擁有非常豐富的 礦產資源 森林資源和漁業資源 是世界上銅礦資源最豐富的國家 又是世界上產銅和出口銅最多的國家 享有銅礦王國的美誉 智利政府對外實施全面的開放政策 鼓勵外國投資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家的生產能力 和國際競爭能力 使智利成為南美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在新聞自由 人類發展指數 民主發展等方面 智利也是獲得了很高的排名 《唱遊玩》這麼一座 擁有多樣生態系統 迷人美景 豐富文化遺產 而且高現代化程度的天涯之國 想出去走走的心 是否又在蠢蠢欲動呢 懷著這樣的期待 讓我們下期再見 中文字幕提供